游戏特效美术设计 特效美术在游戏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呢? 在我认为有两大目标 首先,特效美术的本质就是美术 所以制作吸引人的视觉效果是最重要的事 也是身为特效美术每天工作最重要的内容 因为即使使用了在先进的做法或者独特的技术 也都必须建立在良好的视觉表现上 因为没有说服力、怪异或者不自然的效果 都会影响玩家在游玩过程中的感受 甚至制造反效果 导致游玩体验不佳 所以身为特效美术的基本 就是必须创造良好的视觉体验 而第二件事情 就是透过美术视觉来协助游戏内容设计 使玩家能获得更好的游玩体验与乐趣 好的游玩设计是能让玩家很直觉的上手 并且胜利其境 很快的融入游戏的世界观当中 而这都可以透过良好的特效视觉设计 来进行辅助 因此游戏内容为王 特效美术根本上还是在服务游戏内容 如何使内容好看 使内容有趣 都是很重要的工作目标 所以任何感到困惑意义不明的效果 都必须被移除 而这些都是我们身为特效美术 可以去做到贡献的地方 然而要做好这两大工作目标 其实我们可以透过一些方法原则来实现 所以接下来要谈的 就是特效视觉设计三大要素 分别是造型设计 色彩设计 以及动态节奏 特效的美学设计就是围绕在这三大要素中 所以如何正确应用这三大要素 就是身为特效美术很重要的课题 只要能够好好掌握 自然就能设计出吸引人甚至令人惊艳的效果 然而这里面没有正确答案 而是需要美术依靠这些知识 做出最适合的搭配 来满足目前专案的视觉品质与方向 良好的美学设计 能提升整体游戏的视觉吸引力 也能帮助故事氛围的呈现 游戏过程的流畅感 等各方面 相反的 如果设计不当也会造成反效果 破坏玩家的游玩体验 甚至想移除游戏 所以身为特效美术 务必要确实学习 与建立这些视觉设计的基础知识 接下来我将会个别介绍 这三个元素 是如何运用到特效的视觉设计上 首先就是造型设计 那什么是好的造型呢 其实就是 是什么就该是什么 一眼就能被玩家认出来 这听起来像是废话 但是实际要制作 确实相当不容易 不论是写实风格的元件 元素 或者是我们从没在真实世界中 见过的奇幻魔法 如何把这些元素效果 正确的在游戏中呈现给玩家 造型就成了第一步很重要的一个源头 一个正确的造型 哪怕它在快速的移动 或者是在眼角余光 都有可能帮助玩家很快速的辨别出来 它是什么样的一个元素 什么样的一个元件 那一个正确的元件 在正确的环境当中运作 自然就能够搭配出很好的环境氛围 或者是画面的整体表现 例如在秘境探险室中这只火把 它呈现出非常好的一个动态剪影 那不论是静态的状况下 它所呈现的静止火焰的形状 或者是它移动中火焰拖曳所形成的形状 都非常的符合我们在真实的生活体验中 所见到的火把的效果 而这样子良好的设计 精准的制作 也就能够帮助这一款写实探险风格的游戏 能够更加具有说服力 而不是呈现一只效果很奇特 或者是动态很诡异 形状很不搭配 比如说非常的风格化 或者是细节不够的一个剪影造型 放在这样子的一个洞窟秘境当中 也就显得相当突兀 也就不断的在吸引玩家的注意 注意到这个不自然 很不协调的物件 一直在画面中存在着 当然也就会破坏玩家 能够进入到这个世界观 进入到这个故事当中的感受了 那这就是很直接的 因为你的造型设计不够恰当 而破坏游戏体验 所以在造型设计上 其实我们有一些方法 可以帮助我们提升这些效果 帮助我们让整个特效的元件 更加融入在环境当中 甚至帮助玩家更快速的理解 它是什么样的元件 它是什么样的功能 来使这整个画面的效果 更加具有说服力 当然更有说服力的画面 也就能够帮助玩家更容易沉浸其中 玩起来也就更加流畅 良好的造型剪影 就是很重要的关键 它可以帮助玩家更容易理解物件元素 技能主题 甚至是玩法 而这就是造型设计很重要的一个目的 帮助玩家有效率的辨识物件 特别是在那些快捷做的游戏类型中 如电竞 第一人称等 能够有效率的辨识物件 更显得特别重要 更直接影响玩家游戏体验的流畅度 从底下两个例子 我们可以看到左边的角色 投射了圆形的手里线投射物 而在右边呢 它是投射了比较尖锥状长条形的投射物 那这边我把它们的剪影呢 给取出来 我们可以看到 左边的圆形手里线的剪影 它因为复数的圆件投射的关系 在移动的过程中很容易互相堆叠 而影响了个别物件的辨识程度 因为它们会互相干扰 而形成一个较混乱的视觉结构 因此也就较难辨识出 投射出来的物件到底是什么 进而影响玩家对它的理解 以及感受这个武器 或者是这个伤害所造成的效果 而在右边把它调整成比较线性 锥状长条形的投射物 它的视觉呢 不会因为复数投射的关系而产生堆叠 而不易堆叠的结果呢 也就让整个视觉更加清晰 也就更容易辨识出投射出来的物件 哪怕在高速的投射过程中 依然可以很容易的辨识出 它是什么样的一个物件 而长条形锥状 这样子的视觉效果 也显得相对于右边的圆形剪影的 而显得更加的具有危险性与伤害性 因为毕竟尖锐的东西 会比圆形的东西 要来的给人更有威胁性 而这样子的调整 正是良好的造型设计的应用 所带来的改变 所以我们在进行剪影的设计上呢 就有一些重点需要去注意 首先呢 我们要尽量避免均匀相似的形状 也要去避免对称 然后镜像的一个形状 然后也要避免均匀的体积 避免过多琐碎的细节 那这里呢 我们可以从右边这几张图的范例呢 可以快速的了解 从这个烟囱的烟囱 我们可以看到 它是一个非常固定频率的 一个S曲线的衍生 那我们可以看到前面第一个曲线 跟后面第二个曲线呢 其实它的形状 以及所形成的波长呢 其实是非常相似的一个 曲线形状 那就形成所谓均匀相似的形状 而且呢 它的大小 体积呢 也相当的接近 所以也形成一个均匀的体积 那整个视觉效果呢 也就显得更加的 一定程度上的一个对称感 那这样子的视觉呢 其实是有点不自然的 甚至会蛮单调的 所以我们在下面经过一些调整呢 我们适度的调整 第一个曲线跟第二个曲线的面积 面积的一个对比 还有一个形状的变化 那前面第一个曲线就明显 比较小于第二个曲线 那有这样子的一个对比呢 前后的对比 就可以让整个视觉更加的平衡 然后更加的自然 也可以更容易去呈现出 这个烟的流动的方向性 那自然也更加的写实 更具有说服力 那从右边呢 我们这云呢 的设计上也可以看到 我们隐约中可以看到 每一个球体了 其实它的大小 是非常的接近的 所以呢 它就是用非常均匀相似的形状 去构成 这整个云的形状 所以它的体积感呢 也自然有一种 规律存在 而显得呢 有点呆板 不自然 那在右边的调整呢 就加入了许多 整个基础球形的一个变化 有大有小 你可以看到有大有小的变化 然后打破一定程度的 造型的对称性呢 那来当这整个云的效果呢 更加的自然 也更加具有 那个特殊性 不会是一个呆板的一个形状 那这个火焰呢 就是一个非常对称的一个造型设计 我们从中间画一条线 就可以看到它左右的形状是非常相似的 甚至有点像是镜像Mirror的一个结果 那在右边这里呢 我们做出一些调整呢 把这个左右对称的感觉呢 给打破 来添加更多的一个变化性 也可以透过这样的形状的调整 我们会看出火焰呢 有一个燃烧的方向 有一个动态的运动方向 那可以使这整个造型的效果呢 就已经开始呈现出动态感 以及它的一个造型的变化性 给人感觉呢 更加的具有有机感 或者是趣味性这样子 那像底下的水 以及这个草地呢 也是一样类似的状况 它也是非常均匀相似的形状 甚至是对称的一个造型设计 那这样子的结果呢 就显得非常的不自然 那也非常的单调 那在右边的调整 我们可以看到 打破了这样的对称性 然后加入了一些造型上 有大有小 甚至有中三个阶段 大中小三个不同层级的造型 来构成这个海浪 以及下面这个草地 那也因为这样子的调整 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可以透过这个造型剪影呢 就可以感受出它的动态的方向 然后波浪就是受着风 朝着这个方向吹动 朝受着风的吹动呢 在那里摆档 就可以传递出更多有效的资讯 给玩家 给我们的观众 那在这一张图呢 云的设计上呢 我们可以更清楚的看到 作者利用了 大中小三个基本造型的也是我们在所有的视觉设计上的最基础三阶段的差异对比来进行设计 那这样子的一个造型的对比呢 就形成一个很 很良好的一个均衡的状态 那在这底下呢 它又添加一个长形的造型 它利用一个短跟长的变化 也是一个很好的对比应用 最后把这整个造型呢 给连接起来 有了一个这样良好的基础 连接起来的造型呢 的剪影呢 也自然显得非常的 好看哦 而且 非常的均衡 且具有动感 那带给人的感觉呢 就会是非常好的一个 剪影造型的设计哦 所以呢 简单来想 整个剪影的设计 我们就有 左边这两大重点 有以上四点 我们不应该做的 以及下面四点 我们应该要尽量去做的 也就是 制造更多的造型动态感 创造更多造型的变化性 以及 尽量使用曲线造型 还有去设计整个体积的对比 这样呢 我们自然就可以设计出 具有说服力 或者是更吸引人的一个造型了 剪影造型的设计呢 不外乎是透过 直线 以及曲线 这两大最基础的元素 来构成 我们所谓的造型 而直线以及曲线 是可以带来 完全不同的视觉感受 因为 例如直线 总是带给人固体尖锐 冰冷 坚硬 果断 速度 冷酷 科技 理性 攻击 危险性高 等视觉感受 而相反的 曲线 却能带给人们 觉得 是具有流体 迟钝 温暖 柔软 安全 变化 缓慢 守护 有机 魔幻 防守 危险性低 等视觉感受 而这样的视觉感受呢 是透过造型的直线以及曲线来进行传达的 而这就是我说的造型的视觉语言 而如何妥善利用直线与曲线的视觉语言来进行造型剪影的设计 也就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设计方向 我们可以利用这样子的视觉语言 来帮助我们正确的有效的设计我们的特效主题 来帮助我们的特效主题 能快速的形成有效的视觉传达 让玩家一眼就能认出 理解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元素 这是什么样的一个特效表现 接下来我们来看两个使用直线语言的案例 那首先我们来看到左边这个冰锥 那冰带给我们的直觉的感受呢 就是非常冰冷坚硬 然后以及锥状体的尖锐感危险性 那我们在游戏中时常会透过召唤冰锥的方式来进行攻击 所以我们需要传达给玩家的视觉语言 就是它是具有高度危险性 高度的伤害性 并且是冰锥 是冰冷的坚硬的一种物体 所以呢正好透过直线的造型语言 恰恰就能够妥善的传达冰锥 这个技能所要传达给玩家的视觉印象 所以在这里使用了直线的造型设计来设计这个冰锥的造型 是再恰当不过了 再来我们来看右边这个案例呢 是一个科幻的技能攻击表现 那我们一眼呢 其实就能够可以认知到 它就是一个科幻主体的一个世界观 或者是科幻主体的武器效果 那为什么呢 因为它采用了大量的直线设计 透过直线的理性科技 冷酷果断的一个视觉语言呢 来进行这个造型设计 我们这中间除了看到直线 单纯的直线效果 也可以看到由直线构成的矩形 三角形等等理性的多边形的造型原件呢 在这个技能当中展现 以及相互搭配 那作者呢 也妥善的利用了造型的大小之间的对比 比如说在射出的这个能量当中呢 它在周边也对比了较细的线性 来对比中间比较粗壮的直线造型 来凸显这能量的强大 以及这能量的视觉集中注意力 让玩家首先我们的视觉注意力 会在投射物的这一端 紧接着移动到我们的授极端 那授极端我们就可以看到 炸出更多更大面积的一个矩形效果 或者是多边形效果 那这些呢 这些造型也都通通建立在 利用直线的概念所构成 所以整个视觉表现上 就是利用直线的特性 来去满足这个技能主题 想要传达给玩家的视觉感受 那玩家一眼呢 就能够理解到说 哇这就是一个非常高攻击的高科技 或者是科幻主题的一个攻击效果了 那这就是两个非常良好的范例 单纯的利用直线 这个造型语言的概念 来进行主题的设计 也达到非常好的视觉传达的效果 接下来我们来看曲线的案例 首先来看到左下角最常见的火球术 火球投射物的一个技能表现 那火球这个物质呢 它本身就是一个流体 它就是一种流体 那流体的特殊性就是它的变化性很高 那流体呢给人的感觉当然就是比较流动性啊 比较柔软啊 这样子的一个视觉表现 所以呢采用曲线的造型设计呢 是再恰当不过 另外呢 这个火球去命中敌人之后 命中目标之后呢 所形成的高温燃烧的效果 来造成伤害 而高温这件事情呢 我们也可以透过曲线的一个造型设计 来传达这样子比较抽象的温度的一个概念给玩家 所以利用曲线呢 在这里我们呈现出了这个物质本身的流体 它的本身的本质的特殊性 以及说 以及它所产生的结果 所带来的高温燃烧的这种视觉感受 这样子的一个概念 那另外呢 我们在右边呢 可以看到一个比较魔幻效果的回复技能的表现 那既然它是一个回复的效果 那我们也是可以透过曲线带给人温暖 守护或是安全去保护性的一个概念 来传达你接受回复这件事情 那另外呢 我们在视觉设计上 希望透过一个比较奇幻的一个能量的输入的方式 来实现玩家的回复这件事情 所以呢 在视觉表现上 也就是使用魔幻的曲线 来进行整个造型的设计 我们可以看到有很多曲线 柔软的曲线 来呈现这个能量的进入 然后以及流动 那这样子的流动 曲线流动的效果 也就带来很好的魔幻的视觉感受 那这以上呢 就是非常良好的范例 透过曲线的视觉语言 来契合我们想要传达给玩家的视觉主题 甚至是功能表现 那这样子的运用呢 就会是一个非常好的造型设计的一个结果了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组案例 分别是利用直线以及曲线 来设计相同的主题 例如说一个闪电攻击技能 那我们第一个案例呢 首先在这里就可以看到一个常见的闪电攻击 那闪电带给人最直觉的印象 就是非常的快速 理性 那非常的果断 危险性非常的高的一种物理现象 是这样子的一个物质的表现 所以我们在闪电的设计上 大多也就会采用直线 然后快速转折它的造型 然后快速的变化 它的直线的多样性 来形成闪电这样子的一个 这样子的一个物质物件 在我们的特效表现中 如果换成曲线来设计闪电攻击 又会变成什么样呢 从这个案例中我们就可以看到 这是由一名法师所召唤的闪电攻击 那法师给人的印象 也就是魔法 奇幻力量 这样子的一个概念 所以利用曲线造型来设计这一组闪电 也就显得非常的合适 那我们可以看到有别于三个案例 自然界的闪电 常见的闪电概念攻击 所呈现出来的速度感 尖锐感 或者是高危险性 在这边又是另一种不同的语言表现 利用曲线 我们这里的闪电 变得更加具有魔幻的感觉 因为它有更多的扭动 更多的一个造型上的一个变化性 我们可以看到 这些造型的变化性都大大的帮助魔法或魔幻这个概念的一个传达 所以透过以上这两个案例 虽然都一样是闪电攻击 但是因为采用了不同的造型语言来设计这个技能特效 也就呈现出截然不同的概念给玩家 那如何去正确的使用这造型语言 来帮助我们眼前的技能或者是角色 来传达正确的内容或概念给玩家 也就是我们身为特效美术 必须去思考以及去运用这样子的一个造型语言的概念 的一个很重要的地方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个混合设计的概念 融合了直线以及曲线的造型语言 来设计这个技能 那这技能呢要呈现的是具有科幻概念的防护照 那其实也是一个蛮常见的效果表现 那科幻概念的防护照 在这个描述中我们可以得知几个重点 科幻 那科幻的概念我们可以透过直线 的造型语言来传达 再来是防护照 防护照带给人的感觉是受保护的安全的 那就可以透过曲线的造型来设计 那既然防护照是这整个效果的主体 那呈现的是透过科幻的主体 所以呢 主题会是防护照 所以也就是曲线 所以在这里利用了一个球体的形状 来作为大整个主要的视觉坚硬 来呈现这个防护照 受保护的一个概念 来防护玩家 免于危险 而科幻是属于 它的视觉表现 算是一个第二层级的一个视觉内容 那这个部分呢 我们就利用直线来呈现科幻 那直线就来构成我们上面所看到的多边形 来附着于这个球体上面 来传达了这个科幻造型或者是未来感造型的一个视觉表现 所以这样子的一个混合设计 我们会去区分出谁是主体 谁是副主体 也就是第二概念造型 跟主要概念造型 而不会让两者呢 是分别各占据一半 那这样子的主题就会显得 没有轻重 不知道谁才是真正的重点 那我们要先抓住 整个技能表现的主要概念是什么 来去设计它 次要概念是什么 再把它添加上去 所以呢 这里是一个非常好的案例 去利用曲线来呈现它的主要概念 防护罩 利用直线来设计多边形 来呈现科幻主题 来成为次要的视觉主题 将两者融合而为一体 而就很好的 很正确 很直观的传达给玩家 一眼就认出 这是一个来自于科幻 近未来的防护罩 而不是来自于 自然界魔法奇幻的防护罩了 我们再看另一个混合设计的案例 这是一个射出魔法弓箭的技能 那魔法弓箭 我们从这描述中可以了解 主体物体的本质是弓箭 所以呢 弓箭带给我们的印象 是属于细长速度 以及尖锐的形象 而魔法的弓箭 魔法的是一个形容词 也就是形容这个物体 所以它是一个次要附加上去的一个内容 所以魔法也就是魔幻 奇幻能量 所以呢 就属于曲线的设计概念 所以在这个效果中呢 我们可以很快速的看到 在投射物的前端 也就是呈现一个非常尖锐的三角形 也就是用直线的概念来构成 但是周遭呢 流动着魔幻的奇幻力量 也就是流动的这些能量呢 而形成曲线的托尾在周边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样子的一个结果 很清晰的一个尖锐前端 来带出这个弓箭带有所具备的危险性 以及攻击性 而周遭流动的气体呢 或者是魔法能量呢 就是用曲线的方式去做流动 来带出这带有奇幻能量的气流 或者是流体的视觉 来辅助这整个主体 魔法弓箭的一个概念 所以呢 这样子一个清晰的 主视觉 主概念 以及次要概念的相互搭配呢 纵使在这个投射移动的过程 我们依然可以清晰的辨识出 它是一把尖锐的弓箭 但是带有奇幻的魔量 能量 所以我们可以很清楚的就可以看得到 这样子的一个视觉结果 那这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 混合设计的一个概念的运用 来帮助特效主题呢 更加的精准精确传达给玩家 纵使在快节奏的游玩过程中呢 我们都可以很清晰的捕捉到它的概念 我们都可以看得到这个节奏的游玩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